你想要一個怎樣的家 不一定要是香港 世界上每一個角落都可以是你的家 梦想家阮子健 和你沉迷梦想家 回到梦想家節目 在我身邊 又嫁到意大利的Karen Karen放下了香港的工作 鑽石買手 每一粒都幾百萬上落 放下了這份工作 責家去意大利 我想問你跟家人相處 剛認識到你老公的家人 覺得相處沒什麼問題 但負責你自己的人生 除了嫁給老公之外 你也要開始建立你的社交網絡 圈子 那是怎樣 還是老公是我的朋友 其他人就不用了 都不是的 因為我不靜止在意大利 因為我要跟著我老公到處去 尤其是有一段時間要去到亞根廷 我完全是啞了 因為我不懂得說西班牙文 那裏的人說英文 他們是不會理你 當你是透明的 更透明 因為不喜歡 因為他們覺得主要語言 始終都是西班牙文 在意大利 我要認識朋友 雖然我們有自己的安樂 但是目前為止 我們仍然都不是說 可以一年四季都留在意大利 經常都拖著行李箱 周圍走 我經常跟我老公說笑 我們的生活就在行李箱裡 我們所有的行李箱 隨時飛來飛去 所以你剛才提到 去結識新朋友 實在是非常困難 首不先是語言問題 除非在大城市 即是米蘭、佛羅倫斯、羅馬 會比較多人懂英文之外 其實去到二線城市 開始已經很少人懂 新一輩的可能是九十後 或者八十後也有一點 但是我現在 譬如我去剪頭化 我去超級市場 就算市政廳那些 根本你不懂意大利語 是不可能 不可能生活到的 是的 即是你大城市就好一點 那你那些水電煤 還有很多納納納納的東西 全部都是用意大利語說的 是的 所以有時我就覺得 辦法總比困難多 我都是一把口 意大利人一把口 我最多不聰明 但是說得不聰明 但是盡量學 在生活上學 所以朋友那裡 最初就是 靠我老公本身的朋友 就去再次約出來喝咖啡 那你說真真正正 我自己出去結交的朋友 就真的很少很少 我想真的是一個起兩個字 那你自己會不會覺得悶呢 如果這樣 你自己 有時都會覺得悶呢 因為你本身在香港是事業女性 事業女性當然是 有自己的人際網絡 有很多事情 就算不上班 都可以有很多事情發生 但是如果一旦 咦是會這樣嫁到去 最後看著四面牆 那會不會不開心 會不會成的 有試過這些 有 最初一離開香港 第一站在北京的時候 我是很崩潰的 是啊 真真正正正 真真正正正放下了 我做夢還在想 今天叫了車 要聯絡這個供應員 要這樣這樣 但是一醒來 I have nothing 沒有了 是啊 原來我要下去買菜 原來我要打點好一切 執拾家 我老公今晚會 下班回來吃飯 我有事業的時候 我是很獨立 經濟獨立 社交獨立 總之所有事我自己一個家 但是沒有了事業 離開了香港 尤其是 很多朋友都問我 其實Juwery這個市場 都不是沒得做 你可以去外國做 意大利也有很多東西玩的 是的 就是這一方面 歐洲更加多東西玩 但是問題就是 我坐不定 我雖然嫁到意大利 但是我永遠都不可以 生根落地 在那個地方再補充我的生活 就變成每一個地方 就算去埃及 都是一年起兩年子 接著就離開了 我想你設置一間公司 或者設置任何東西 就算你連交朋友 都不是三幾個月 就說可以很交心 或者什麼 所以這個開始也是挺困難的 那要花多久的時間 克服了這個情況 我想大概半年 大半年 我沒有用時間去計算 因為只是跟自己說 這條路我選擇的 我跪著都要走完 當初我離開香港 吃得咸魚抵得渴 所以 等了它 還有我覺得我還未盡全力 我不可以跪地哭 然後就 不行了我要回去 這是不是我 是 先捱著吧 在不同地方生活 那你自己就磨練了一套 要應付很多不同地方的生活智慧出來 有沒有一個表 這些是第三世界 那我就要戴什麼戴什麼戴什麼 會不會 我這次去大城市就方便一點 不用戴那麼多東西 會不會變成這樣 我完全是中的 絕對有的 我們兩夫妻已經變成一個 盛裝專家 每次盛裝和盛裝行李 怎樣配合哪些物資 要放在check-in 還是手提行李 都是我一手包辦 譬如你剛才說 尤其是我們回到埃及之前 我想我們有半個hand carry 都是好像一個first aid box 不同的藥物 不同的消炎藥 因為那邊 尤其是埃及的醫生 那邊的醫生是你教他怎樣做 他就會 你說你給我這隻藥 他就說好 還有隨時準備好 有什麼SOS號碼 或者是在埃及的時候 即是已經應急了 是的 當然回到意大利就不用了 意大利是我的家 反而要好好節制飲食 因為意大利人 本身都是吃芝士、意粉、肉類 為主 當然也有Vegan 現在很多都崇尚素食 或者吃得很清 但是我自己的奶奶 都很喜歡煮食 還有她煮的signature dish 是你實在無法抵抗的 即是芝士、千層麵、肉丸、意粉 真的有這些東西吃嗎 真的有 我以為這些意大利的餐 真的有在家裡煮到嗎 煮到呀煮到呀 他很厲害 他就是剛才你所提到 是不是看電影 懂得自己擦麵粉 擦意大利粉的大媽媽 是的 去年全球都差不多停頓 是的 我們都在埃及 幸好我很記得 在3月的時候 從意大利 由埃及到意大利 當時我老公的老闆還說 你走 你可能回不來 你做不到事 怎樣怎樣 但是我們雖然要去世界各地上班 但是始終家人 要是我家香港 要是她家意大利 都很掙扎 因為當時全球都很驚慌 究竟我們回香港還是意大利 你看得你媽媽 還是我看得我媽媽呢 但是最終都好像澤公子一樣 選擇回意大利照顧我奶奶 因為她都一把年多 還有我們覺得意大利的防疫意識 是比香港人低很多 低好 即是香港還有機會自己做得好 頂得順 是的 那邊的人真的不理會 不理會 就算我們3月回去 接著是空間 就算空間 都是我們打給家庭醫生 就說 我們今天年齡 是不是要開始計算 即是要報回香港意見堂 是不是要隔離 要報回政府 醫生說 隔離嗎 隔離 接著隔離員就說 醫生我們現在是否可以出去 你出去的了 那需要填什麼 Declaration 或者Certify 我們是搞定的了 不用的了 你就這樣出去 我們覺得 其實醫生根本什麼都沒有做過 即是她是這麼隨便的 是呀 隨便隨便無所謂的 難怪她們飽多麼厲害了 還有文化很重要 最初我們剛剛在埃國回去的時候 因為香港經歷過SARS 大家都很力氣在目 不能忘記 我便不斷去教育我老公 我老公最初都覺得 哎呀你搞那麼多事 但回到去 譬如說 入屋洗手 所有在超市買的東西回來 都要消毒 他們覺得我很多次一句 但後來才知道你是補了 真的爆到這麼厲害 真的爆到這麼厲害 還有就算到現在 譬如他們很有趣的話 戴口罩 說話兩個人面對面溝通 一說話就會脫下口罩 因為覺得聽不到對方說話 隔著口罩 是不是很搞笑 這些是文化問題了 明白了 是 我婆婆試過通電話 告訴我們 我那天去藥房 看到有個男人去拿那個測氧機 因為說如果你已經有 中了 血氧機就低了 但意大利的藥房是 提供一個服務 可以借那個血氧機回去給你 但藥房人就問那個男人 你兩個女兒怎樣 藥房人說 小那個女兒都沒有症狀了 但那個女兒好像有點不太舒服 即是說過爸爸和那兩個女兒一起住 然後他出去藥房拿那個測氧機 即是等於到處走 是啊 我不知道他們不認識 還是不想斷傳播鏈 所以到現在都是每天幾萬宗 即是很嚴重的情況 是的 如果這樣你住在意大利 因為疫情的關係 煩惱就 或者你家人 例如香港的爸爸媽媽 有沒有替你擔心呢 哎呀女兒你不要過去了 你 你在香港不是好地地 會有的 但是我已經有我的夫君 已經有我自己的家庭 當然他們都 很放膽去給我 做我自己人生的決定 那我決定是回去的 但是他們也都很支持我 很支持我 反而說 你既然選擇回去 你更加堅固好香港人的精神 去care這個疫情 這種態度 去告訴他們 教育他們真的要做些什麼 不可以做些什麼 爸爸媽媽媽那麼同君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如果我有個女兒這麼大 我死都不可以回去 哈哈哈哈 不是 我回來當然他們開心 但是始終外屋及烏 他們都覺得 哎呀你婆婆這麼好 沒理由為了這些事情 因為確實很不幸我們 最近有收到 我老公之前一個project的一位同仆 都因為感染了COVID-19 就走了 哎呀有很多這些不幸的消息 所以防疫的文化 我想現在大家想著找個夢想家 都要想著 哎呀我要住那個地方 他們那個情況又怎樣 原來聽Karen說 要不理想起來都可以很不理想下 哈哈 沒錯沒錯 是嗎 那說了這麼多這件事 那說一些開心的事情 最後那一次就跟她說 那意大利總有一些令你覺得很開心的地方 究竟是什麼呢 稍後回來再說 好 那回到夢想家節目 在我身邊有介紹意大利的Karen 說了意大利的情況 雖然經常都要出來走 但是總有一些開心的事情 你會覺得這個地方都很好 其實意大利你覺得 好的地方在哪裡呢 意大利四季分明 有春夏秋冬 除了有冬令下令時間 因為冬令就跟香港差七個小時 夏令六個小時 那我會見到春天真是鳥雨花香 夏天是更加白花成房 那邊的意大利人是很喜歡夏天 到處都生氣勃勃 個個都放暑假 我終於明白 那時候在香港工作的時候 為什麼意大利 哎呀為什麼要放假 我們那些電郵啊 那些貨啊 全部都卡住了 但是我真真正正正過了 我是明白到 他們那一個月的暑假 是可以充足整年的電 這麼好 為什麼不放假呢 真的是羅馬假期 真的 是啊 因為那邊的暑假 即夏天 沒有香港那麼潮濕 你就算很熱 其實去到三十六七度 你個人都是乾爽的 不會像在香港 你沖完糧下街已經 又濕了 是啊 是啊 還有 講著春夏 秋冬 秋天 家裡會看你個人 譬如我老公就覺得 秋天都很悲哀 整個街都是落葉 但我就很期待 等冬天 因為會下雪 其實近幾年 意大利都 因為我想 Global warming 都 落雪的季節都不定 但是No matter what 好像今年那樣 他們落雪都落得很厲害 那 就算那些人說 我出不了去玩 但是始終落雪 然後然後躲在家裡 一家人圍著火爐 聊聊天 那樣 真的很 很甜蜜 也有他們 這個就是 時節對於 人帶來的好處 即是說 哇 又見到四季 又有 是 那些人 是不是俊男俊 俊女一些 哈哈 人 都有的 很容易 我有時在街上 那裏 那我和我老公都會 會 會看俊男俊 會一起去 討論 的 這個女生的腳 挺漂亮 挺襯條裙 那麼好 那麼好 娶個那麼好的老婆 看完還跟她說 我覺得這樣的 夫妻知道 你越是不讓男人看 他又越想看 那你不如和她一起去欣賞 還有 都不是什麼 有識的角度 去欣賞美好的事情 看看而已 看看而已 是啊 不過她又很有趣的 反過來 我說這個也挺帥的 這個也挺強勁的 她說 對啦 你老公又不夠大隻 那些 哈哈 我說那還是討論一下 這樣 反而生氣 哈哈 不過呢 無論男女老友 她們很多都 就算是做男嶺 也好白嶺 就更加了 見到世界各地 這麼多意大利的 時裝品牌 都會穿衣服 她們 她們真的是 入血入骨 她們出來 尤其是去婚宴那些 你看到她的打扮 原來不知道她 不是我去評論任何職業 可能她平時是一個農夫 但當她出席婚宴的時候 嘩 赤絲圖 真的鞋面是拆到零 所有的混合 你是看不出來 是啊 就算香港人婚宴 很多人都撞到七彩 哈哈 有些人都亂來 是啊 這是我覺得很名牌的一件事 那邊的意大利人 那野食 野食 我也是喜歡吃的 那邊 尤其是我過去逗留得久 奶奶攻略 我是很容易十磅八磅 哈哈 這麼開心 還笑得很好 十磅八磅 哈哈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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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記得有一次 初初我老公 第一次去埃及的時候 她說 我不知道那邊 什麼局勢 什麼形勢 你先留在意大利 等我看看那邊什麼情況 你再過來參加我 那結果我跟奶奶獨處一個月 是 當時 因為都是初初那段時間 跟奶奶一起住 變成大家都是用手 用腳去溝通 還有野食 指手畫腳 是不是很多手勢啊 意大利人 我經常看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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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很多手勢 是不是都是這樣 是很多手勢 是啊 你說手勢 我老公試過 他在香港餐廳吃飯 他不動手 是說不到話 我試過按著他的手 他跟著的口 我說你繼續說 他說我講不到 然後他一路說 一路動手 動手 動手 一路走過來 我可以幫你嗎 嗯 原來是這樣的 這是意大利人的習慣 好嗎 如果你這樣看 整體來說很相處 整體來說很相處 尤其是他們對國外的人 剛才也提過 他們比較容易接受 國外或自己地方以外的事物 他們會很肯幫忙 都會很想了解你 熱情一點 是的 但女生逛街 不會被人出口 很少聊去嗎 當然會 很多 都會的 譬如我自己一個在意大利逛街 都一定會有些秘技 譬如真的 其實香港都一樣 不要走一些逛街雜巷 但是就 我想大家經常看電影 就是意大利的黑手黨 好可怕的 那些 其實就不要想到 他們的目標 不是那些 不是那些普通人 是的 教父 對回教父 是的 是的 我們未去到那個層次 尤其是南部 會多些偷東西 搶劫案 那些 都是向遊客 埋手 所以 如果我真的 自己一個出街的時候 就會 銀包那些看緊一點 哦 這個都在生活裡面的重點 但其實警察不做事嗎 警察會做 我作為香港人 或者 旅遊人士 如果去到 除非真是很 旅遊熱點的那些 可能警察懂英文 如果不是都未必懂 那都是雞和鴨講 嗯 所以 應該是語言問題 可能 是啊 所以我認為去到意大利 第一件事要搞 如果真的要想 就真的要懂得意大利文好些了 真的 會 除非你是肯定你落腳 在一個大城市 在那裡生活 在那裡上班 工作 這樣 都OK的 英文都可以 今天就很開心 跟Karen談了很久 祝你有一個 好的旅程 因為未來可能又要飛 是啊 現在我們都在等 看看 什麼時候可以再飛 我們都很不習慣 咦 這麼久都沒有飛過 嗯 好了 今次謝謝Karen 跟我們講了意大利文 謝謝你啊Karen 大家好 叔叔 請 而已 혹